這幾個需求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應該沒問題 不過按下去其實應該還沒有成就感的 按下去感覺它會動 你也可以盡量看其他地方 把它把我的這個當範本OK 反正你就改一下吧 剛開始你要從頭打到尾沒有錯 應該比較難 我想應該除非你本身就有天分 如果沒有你就用複製貼來改 至少改改得出來吧 我剛剛講的東西都聽得懂嗎 程式應該沒有很複雜 而且這些程式都是我剛剛講的 我用那個比較簡單的寫法 就是前面都講過的東西 所以你往下捲動應該在這邊都有 for i 是裂 所以你看j 是藍 sales ij 就是那一個藍 那一個裂 它就一直往右邊先跳 一列做完再換下一列再換下一列 那判斷它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的就是裡面有資料 才能夠去做weekday的判斷 不然的話你給他判斷他會出錯 然後這個字的顏色字的筆色 這兩個其實基本上上面禮拜六 這個禮拜天是複製貼改來拿來改而已 那還原其實也有range的改法 再來的話我們就是要再講最後一個部分 因為今天大概把這個講完時間就差不多了 最後是什麼插入空白列 那我希望怎麼樣 如果我格式化之後呢 我希望能夠幫我把這邊呢 幫我加上什麼 加上空白列 那空白列做什麼呢 將來可以填一些行事例嘛 OK不然的話你現在填哪裡 之前我說不然你乾脆就填按右鍵嘛 右鍵裡面有什麼 註解嘛 插入註解對不對 可以啊 只是同學說老師這樣很不方便啊 我們每次要加就要註解 那可不可以直接乾脆下面增加一列就好了 那當然可以啊 可是問題以前怎麼做呢 以前是按右鍵插入嘛 是不是插入一列 然後在右鍵再插入一列 在右鍵再插 那你這樣的話呢 很浪費時間 以後如果說你的列數很多的話 那這不是好方法 為什麼土法鏈鋼太花時間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直接怎樣 按下這個按鈕 它就自動幫你在最下面 自動幫你插入列了 馬上瞬間 有沒有看到 每個地方下面列都出現了 另外的話呢 如果要還原的話就是刪除 然後同學說老師那 這個列高不夠耶 你要列太窄了 可不可以多一點空間呢 那我50夠不夠 50這樣夠不夠 這就是列高50 怎麼知道50呢 你就這樣拉一下就知道50 這樣50有沒有 50個像素 OK 我就50 那再來就是 那個把它再刪除回來 就恢復了 所以你愛怎麼變就怎麼變 這裡其實只有用到RAW實物鍵就OK了 裡面用到兩個方法 就是一個叫Insert 一個叫Delete Insert跟Delete 如果你那個單字不會拼 鍵盤上都有 就是一樣的 Insert跟Delete 有沒有在中間有Insert Delete Insert就是有沒有 Insert Delete 所以你也不要怕拼錯字 反正這一定是上面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插入列 這個按鈕會怎麼樣 它變形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不變形 我講過吧 怎樣 選一個兩個 按按鈕鍵有沒有 全部選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嘛 那個摘要資訊把它改成這樣子 它就不會變了 再一次 有沒有 它現在不動如山了 這樣就很成熟的東西了 OK 好那怎麼做 其實因為所剩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快速講一下 首先呢 插入跟刪除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要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從下面往上 刪除也是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插入一列好了 那 刪除列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從上面 應該理論上要刪第三列對不對 那我刪完第三列 應該再來刪第五列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從上往下刪的話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刪掉第三列之後 應該再來就第五列 可是第五列的位置會怎麼樣 會跑到第四列 對 所以你要變成 你要一直記錄說 你到底刪了幾列 所以你要再去 比如說 再去減一啦 再去減一 那個數字 你變成要有個變數 去控制說 你到底刪了幾列 不然位置你永遠刪不到 所以我建議各位 這邊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就是我乾脆倒過來刪算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刪的是61 那再來就59 如果我刪61之後 59會變呢 不會啊對不對 所以後來想到這是我好方法 這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OK 所以有些程式怎麼寫 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取決於就是你有沒有想想看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讓你的程式更好理解 然後我想到這個方法 對後來我發現我只要刪除 像刪除工作表也是一樣 他會遞往前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從後面刪 保證不會 因為以前也是很頭痛啊 刪了前面之後 前面又遞不過來 那順序永遠都還要去檢查 有沒有對 好麻煩 乾脆倒過來就好了 所以第一個 如果要假設我要 第一個我們先從什麼 先從插入空白類開始 那怎麼插入 第一個從33列 假設就是每一個列的下方 我就插入一個空白 所以第33再來32 一直到多少呢 一直到應該到2不用嘛 到3嘛 所以for i等於33到3 所以程式怎麼寫 其實非常簡單 比想像中還簡單 for i等於33到3 所以sub這個我就不講了 這個應該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以前是什麼呢 以前是step1可以忽略 意思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你要越來越少 請記得你可能要加一個step-1 對就是讓他減1 不然的話呢 如果這個沒加 他跑33 再34就沒有了 就不會再跑了 所以這個可能同學常常忘記這step-1 然後再來的話呢你就rows rows物件有沒有 因為他是負數很多列 瓜糊他的i列 所以瓜糊有沒有 ok i列 點insert insert如果你不會拼的話 請你看著鍵盤上面就有insert 應該不會拼錯吧 ert這樣子 ok 當然打小寫 離開如果變大寫 表示你沒打錯 這個ok變大寫了 好 這樣子寫完了 所以你把它執行看一下 ok 這還蠻好用的 以後你要擦 那再來的話就刪除 刪除的規則可能不一樣 特別是 刪除因為我要怎麼刪呢 先刪掉 61 間隔一個59 間隔等於是step-2 ok 一直刪現在刪到哪一個呢 刪到3為止 所以是61 一直刪 3到3 中間記得是step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是-2 因為中間必須要 你不能step-1 如果step-1就災難了 為什麼 因為就全部被你刪掉了 ok 千萬不要記得等一下 如果你要做練習 建議一定要付自己工作表再來練習 因為VBA刪掉它不會有復原的機會 ok 所以這一點要記得 不要打錯 step-2 即便這樣好像之前也同學常常做錯 刪的話就是按下去 超高 我好像按到下面 應該是這個才對 不過好像再刪一次 不過好像後面的東西就不見了 ok 所以 這就是災難 所以還好我剛剛已經有 複製了一個 ok 旁邊這邊有複製一個 ok 所以 只是說我這邊好像剛剛這個 這個好像沒有沒有加上去 這個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常常如果變形看起來心情就不好 ok 好 這插入 就先格式化 插入列應該沒問題 刪除 順序可能也 不能不一樣 不過設定格式化這個條件我剛好沒把它刪掉 沒關係 再來就是說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最後可不可以把它列高 因為這個插入列好像太窄了 預設好像高度只有多少 23左右吧 有沒有辦法讓它拉高 當然可以 這個地方 其實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只要再加什麼 rows裡面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叫rowheight 如果你不會拼這個字的話 你先不要加瓜糊 一樣 點什麼 點row 其實我本來也不知道 它是哪一個是高度 不過我用猜 其實它裡面有清單 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就在裡面找 height一定是高 好像沒別的 所以我就試試看嘛 反正這個效果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記得哦 只是針對某一列 那一定要刮糊 這個要把它加上去 那單位是多少的話就等於50 為什麼50 因為我這邊有把它稍微拉高一下看看 大概高度有沒有 這邊前面那個數字 它不是指像素 它是指前面這個數字 所以50大概這麼高 我很難瞧 那50就可以了 50的高度 那我就直接怎麼 rowheight等於50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三個按鈕 基本上就是程式 大概很簡單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插入空白列 刪除空白列 跟列高50 那最後當然哦 我是希望說 如果可以一鍵完成 哎 比如說我今天 按鈕按下去 然後它可以怎麼樣 全自動的 自動幫我填上 那個我就輸入2018 然後它自動幫我填第一天 然後後面就自動全部跑 包含格式 包含插入空白列 ok那這樣的話感覺其實就還蠻棒的 這個部分因為時間的關係 回去有 可能如果有時間同學 你可以再想想看 反正最好是一鍵按下去 自動全部完成 那我有參考的原始程式 網路就是雲端上有 也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 丟公式的方式 把那個第一個先從B2一直丟 丟到L2 就是丟2月1號到12月1號 然後在每 每就是 底下的所有天數 也可以丟公式 每一個丟丟丟丟 再設定格式法條件 再插入空白列 其實這樣也就完成 回去可以試試看 如果可以 那其實以後你就可以 做的更多的那個動作 那B2好處是可以把所有你想要完成的動作一次 就可以全部完成